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10月10日报道 乌国家警察局称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个城市 10日遭导弹袭击 已造成10人死亡 至少60人受伤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称 俄军10日早上使用高精度武器 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包括乌能源设施 军事管理设施和通讯设施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日 与俄联邦会议成员召开会议 据塔斯社最新报道 普京当天在会议上称 如果乌方继续在俄领土实施恐袭 俄方将做出强硬回应 报道称 普京还要求俄方掌绍义武向俄联方 安全会议汇报俄军袭击乌设施相关情况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